为了加强应对朝鲜的核武以及导弹威胁 韩国、美国和日本星期日在朝鲜半岛附近 首次进行联合空演 美国甚至还出动了可携带核弹头的 B-52战略轰炸机参与军演 韩国和美国空军、美国和日本空军 此前已经在朝鲜半岛附近上空 多次实施联合军演 不过韩美日三国联合军演 却是首次实施 在最新的演习中 韩国空军、美国空军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斗机 护送一架美国B-52战略轰炸机 这是B-52战略轰炸机第一次在韩国境内着陆 美日韩领导人早前同意举行年度三边峰会 多领域三边军演 设立危机沟通热线 以加强三国的军事力量 炸机 这条飞机 感谢观看